第一個知道的應該是誰 應該是觀光署才跟陸委會知道 對 就陸委會突然就知道消息了 哦 好 不過我自己個人的猜想 欸 陸委會說了可能要觀光署去援防 因為不對嘛 流程是不對的 第一個領隊嘛 領隊帶出去 萬一有什麼狀況 客人有問狀況的時候 第一個要回報公司 公司發現這個事情 不能處理之外 趕快報警公會 公會要責請要給觀光署 看怎麼去協調 海基會 海協會來指導這個來 這是標準的SOP 那關你如何和什麼事 好啦 這個貿請扣過去 又跟女士有關係 因為團體嘛 對 好啦 那我們就覺得 SOP也不對 那你這消息從哪來 我們就想說 哦 是不是恐嚇人民不要進東口大陸 有一個團在福建 好像有被滯留 然後後來講了個半天 那到底這個福建團是被滯留 具體情形是怎麼樣 然後後來又扯說 是一個在南京 然後被扣留的一個人 所以這講不清楚 等一下看看那個小胖導 有沒有一些具體的內容 可以分享 好 那個小胖導 不然你先講一下 當時那個團到底是怎麼回事 其實這個東西 就因為陸委會發布的 對 陸委會副主委 梁文傑發布的說 那台灣有一個旅遊團 裡面有一個團員 被留置了 那團繼續找這個人被留置了 好啦 那到底是福建還南京 這個東西我們就不管到哪裡 就是被留置了 可是依照我們觀光 就是說依照我們團體的規定 就打算你附到大陸去旅遊 或是那個國家旅遊 好 我早上點名的時候 突然發現我的團員不見了 你第一件事情要幹嘛 我一定當地報警 對啊 好 報完警以後 觀光署規定 旅行社要24小時 此之內要通報 好 這個東西陸委會發布了 公會知不知道 不知道 郵件也不知道 公會不知道 觀光署也不知道 沒有人知道 好 大家莫名其妙了 那你就問 你們業者都不知道 好 記者來問我的時候 我就要說 不對啊 這個通報過程流程 是SOP是不對的 那你要問問看陸委會 到底是訊息從哪來的 好 那陸委會說 這是聽到消息 我說陸委會 我自己其實個人在想 陸委會也沒有個人在來往 你也沒有說 什麼跟海基位 海協位 有要對通或怎麼樣 兩岸的溝通 因為金門事件 都已經沒有溝通了嘛 對 怎麼 你這話 你的消息從哪來 是 好 那公會不知道 公公署不知道 好 結果 然後說如果我們再去追查一下 看怎麼樣 連後來是左隆太 行政院議員 左隆太說 好 我們要對這個事情 我們要深切地去瞭解 到底是怎麼去 還公公署採訪 有啦 有啦 有這個回事 那這個人因為他身分比較特殊 被留置了 兩三天 後來才回來 我說那不就有更好笑嗎 第一個知道的應該是誰 應該是觀光署 才跟陸委會知道 就陸委會突然就知道消息了 好 我自己個人在猜想 陸委會說了可能要觀光署 去圓皇 你是這樣 OK 感覺像這樣 因為不對嘛 流程是不對的 這樣按照我們旅遊業業者的規定 因為觀光署先對不對 從公會要先 公會先到公會 第一個領隊嘛 領隊帶出去 萬一有什麼狀況 客人有問狀況的時候 第一個要回報公司 公司發覺這個事情 不能處理之外 趕快報警公會 公會要折情要給觀光署 看怎麼去協調 海濟會 海協會來指導這個人 這是標準的SOP 關你陸委會什麼事 所以當時陸委會他第一時間 他要率先發佈 在你們公會還有觀光署 都沒有人知道的情況下 這個跟流程就很奇怪 他怎麼會先知道 所以我們就很質疑說 這個訊息從哪來 好 後來就說有啦 這個因為個人公會 那你怎麼會公布這個事情 說有大陸 台灣的旅遊團體被留置 對 我們就這樣 那也不是團體被留置 是有一個人 他說他就被留置 因為他參加團體嘛 OK 好啦 這個冒險扣過去 又跟女士有關係 因為團體嘛 對 對 對 好啦 那我們就覺得 SOP也不對 那你這消息從哪來 我們就想說 喔 是不是恐嚇人民 不要進東口大陸 說會被抓 會被留置 好啦 我們入合又做了一件事情 現在我們的班機要飛航 上海有直飛嘛 就看到一群人要飛上海的 就拿個QR Code給你掃 掃下去以後 你有50塊的折價值 剛好我們下一個叫 附路要實名登記 對 就之前有網紅 就拿了50塊錢 對 在機場 而且他說還是 我有訪問過那個網紅叫韓國人 他是在出境大廳那邊 是啊 已經出境了 所以說這個很糟糕的一件事情 你要留個資 那這實名制 我出國哪時候 我去上海轉機不行嗎 好啦 這種消息一出來以後 好 行政院就知道這事情 就一律禁止他跟罵這個 說這個東西完完全全不行 因為我們假如說 以前我要出國 應該是再回 像我們在這反詐騙 應該在機場的 你要去Check-in的門口 對… 就跟那航班官要飛柬埔寨 你說這個不行 飛泰國這個不行 是不是這樣子來做 在人家還沒出境前 你要在櫃檯那邊先跟人家宣導 而且你是在徵績閘口裡面 對 去跟人家要資料 對 所以說洗心可拘嘛 司馬刀之心嘛 所以我們發覺說 你覺得是什麼樣的 他們是要製造一種恐慌嗎 說製造恐慌還是 會去大陸也不用製造恐慌 只是告訴你說這種信息 信息一出來的時候 你用這種 那種不正當的手袋去要起這些 你要起這些東西要幹嘛 我們是關心 你的關心有點過頭了 對不對 我們說句話 你哪時候不關心 你這個時候關心 你會關心說 我去日本買藥買太多 不會啊 不會啊 是啊 關你什麼事啊 對不對 是啊 所以我們覺得 所謂說陸委會以系列做這樣 我們剛才為什麼要直接講陸委會 陸委會這個方式就是說 我們所講的 我旅遊業者是屬於誰管 是屬於觀光署管 觀光署誰手管 交通部管 我怎麼翻的也分不大你陸委會啊 好你發射所謂的旅遊警戒 旅遊警戒按照我們正常的 是外交部必須發的 對不對 外交部必須發 外交部沒有發你陸委會先發了 那也不對啊 外交部就等於 所以說我們上不管任何的疫情或是國家有戰爭 外交部會有一個訊息告訴方案那邊旅遊警戒 橙色黃色紅色是在哪裡 哪一個國家不建議前往 非必要會建議前往或適合可以前往 外交部會有一套系統在外交部的裡面 你陸委會裡面沒有 怎麼有你陸委會發佈 我們就覺得很奇怪 我到底要聽陸委會的還要聽 還是要聽觀光署的 小邦導的請問一下 一般來講如果是針對中國大陸這邊的旅遊警戒 因為中國大陸對應的主管機關是陸委會嘛 那針對中國大陸的旅遊警戒發佈 應該是陸委會要折成觀光署 對 通知給旗下的所有的旅行社 OK 發佈警戒 好啦 不應該由陸委會發 那有一件事情 你發佈這個事情之後 你又限制我團體不能去 你跟我講也沒什麼用 你懂我意思嗎 你告訴我 你跟我講說這個人 你們要警戒我特地遊警戒發佈 那通知也不對 因為你限制我團體去 那限制團體去就會有事情 事情又很好吧 那你交通部 你外交部沒有發佈 被陸委會再發佈 那陸委會跟光署 跟光署屬於應該是同一個位階吧 那不然你也要交通部啊 陸委會跟外交部了 應該是同一個位階 那你都必須告訴我們為什麼這種情形 什麼情形 不建議以前往非建議 反正你這直接發紅色就好了 不要去嘛 去我罰錢嘛 那不就好了嗎 那個這一次陸委會他發佈 針對中國大陸發佈的這個陳色警戒 他有給你們一些業者 一個什麼說法嗎 或怎麼樣 沒有 沒有啊 他就跟你說不行就不行 就是說不行 就像那時候 團客不可以進去 中國大陸到六月份 六月底子 那我們就想了一個事情 好啦 你發佈這個事情 你發佈之後團客不能去 剛開始王國財那時候交通部部長說 打著胸脯跟我們講說可以 沒問題 好啦 2月7號小年夜被偷襲 賴總統就任前嘛對不對 對對對 後來2月7號小年夜就被偷襲了 說到6月截止 好啦旅遊業的東西說句實在話 我們講的一件事 我今天要去那邊看風雨 你叫我去看櫻花就好 牛頭不對吧 我旅行業的規劃所有的像 3月份那個時候剛好是國際旅展 對 春季國際旅展 大大方弄得身世浩蕩 去檢查去開幕 好啦 人家來了 你現在跟我講說 後來就不行招 好啦 我旅遊業投下這麼多的人力資源 我怎麼回收 所以我都跟他講 我說你交通部 你王國財交通部部長 你要做財學之前 你可以先問問看 民間的業者協商一下 你要怎麼樣的做法 我說他你沒來問我 你來問我跟人家說 我到今年12月底止 假如路方那邊沒有合好的回憶 我們就終止 不就好了嗎 他一開始承諾你們業者是OK 可以 對 沒問題 所以你們旅展就已經去招了 就已經開始 而且一般來講業者去招3月 可能都招到9月 10月 從秋節漲期 我去報那個郵輪 我報要報到半年以後的漲期 對啊 都是這樣啊 那你叫我說中間就抽頭 我怎麼抽 那結果他跟你講6月底 對 他就發個 就扯成一個公文 你們假如損失的話 你們要歇歇 你們哪邊的團 哪邊的團 團體的部分已經接了 那他們現在是假設你3月 你接了一個9月的團 那他說6月底是不准出團 還是你9月的團 6月底以前接的還可以出 按照政壇來講 按照政壇來講 我在6月底之前 我有編排的團 我就可以出去嘛 所以說等於說 說不行嗎 雖然沒有開個地下通道給你 你還是可以出 我就9月份 就是這樣子 那我們在堂安在講就是說 你自由行可以去 宗教交流可以去 好 那個7月的參訪也可以去 那唯獨為什麼 旅遊業的團體不能去 你也覺得為什麼 旅遊業的團體不能去 你知道我 到底卡在哪裡 我在政論節目上面 就出去問了啦 還立法委員跟我講 說這是影響到國家利益 一個政治大學的教授 也各位來影響到國家利益 我說我去北京吃一個糖葫蘆 在上海吃個藍牆小籠包 去影響到國家什麼利益 你告訴我啦 我也真的不懂嘛 他後來就惱火了 我說那你法條法規來跟我們講 沒有啊 就是不要讓他們賺錢 我說 就直接那個政... 委員 對 教授 他就不要讓你們旅行業者賺錢 就是不要讓中國大陸賺錢 我們要說 到底是賺誰在賺誰的錢 是我們台灣的業者賺錢啊 我們在講 我們教授拿到腳掌 還教授耶 對 教授 真的 是唯一我真的看不清楚 我說真的東西 你要學以自用的東西 你必須要告訴人家 是那事實在什麼地方 違反什麼樣的規定 就靠個帽子 就是違反國家利益 他講不出來為什麼 你到底違反什麼國家利益 你去大陸玩 出個團 違反什麼國家利益 講不出來 最後惱羞 就不要給中國賺錢啊 就這樣 這樣也教授 我來做也是啊 所以講他 就沒有給你們任何一個拒絕理由 為什麼 沒有 因為沒有法規法條 你今天講說今天 也沒法規法條 你今天講說今天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那我們五個五個四年嘛 對不對 全世界都這樣子 對啊 好 全世界都這樣子 就只有中國大陸的團體旅遊 不可以去 好笑了吧 到目前為止 都沒給你們業者一個說法 沒有 他依法可以這樣嗎 所以說沒有法條沒有法規 你就去演 就影響到國家利益 就扣個帽子 那個帽子是 那個帽子是範圍很大的 好啦 那有這些旅行業 我們怕罰 我們小 我們講旅行業啊 賺的是白菜錢的利潤 貿的是賣白粉的風險 對 你說不行 他一罰 天啊 我哪 我找幾個團回來要做啊 是 罰了一萬塊錢 你要找幾個團回來 才有那個利潤 大家都說我變漂亮了 其實是氣色好 肌膚保濕做得好 氣色自然漂亮 我選擇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因為它用國際蘆薈 協會認證高品質的 酷拉索蘆薈 還有大量的黏多糖體 類似於玻尿酸 可以幫助 鎖住皮膚水分 讓肌膚長時間保持水嫩 還運用TTS技術 增強蘆薈的生物活性 修護舒緩日曬後的各種不適 KS皇家呵護 蘆薈保濕舒緩凝膠 幫助您隨時擁有水潤肌 好氣色 呵護您 呵護全家人 專屬你的KS Glo your care